比西利安部落文化中心二楼 已经完全被拆掉 留下被计断的木柱 公车部分也被叠皮围起来 令族人感到相当诧异 认为公所事前并未跟部落充分沟通 部落的人以前在盖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起参与的 所以部落的人都觉得要知道这个原因 五华中心是部落从民国90年底 特别透过圆明会部落终点计划 以故宫顾料利用标流木 石头 茅草 黄藤等天然素材 将闲置的部落旧活动中心 精心打造成为具有特色的建筑 二楼不但可以用餐 喝下午茶 更可以眼眺三仙台的美景 非常吸引人 由于近几年 台风的影响 导致它的木头都已经腐朽 我们是希望介于安全的考量 所以我们先把二楼腐坏的屋顶先拆除 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向中央来争取 希望能够重新整建 把它再盖为一个多元的 多目标的活动中心 希望再给它盖成一栋新的 部落重要的景点 文化中心突然被拆除掉 部落族人除了感到无奈 希望公所能尽快回复原来具有特色的样貌 颜色新闻 发布了台东成功 采访报道